北宋米符 十大书法代表作 第十位 香石贴 香石贴又名紫金贴 是米符五十岁时得到一件紫金艳后所书写的一则手杂 纵28.2厘米横30.5厘米 凡武行共27个字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此贴中可以看到 米符的宝艳后的心情异常兴奋 字的变化很大 是米符不多见的行书作品 第九位 青和贴 青和贴是米符写给有人窦先生的一封信 纵28.3厘米横38.5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是米符众多书作精品之一 此贴潇洒超异 不羁不利 用笔比较含蓄 但笔画的轻重实有对比 字的造型依侧变化 又使此贴平添了几分聚脉之气 第八位 灵仪史军贴 灵仪史军贴是米符行草书法代表作之一 为纸本性杂一则 纵31.4厘米和25.1厘米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贴为米符写给灵仪史军的信杂 作品提案明显 为米符标志性纵视行笔 头两行以行书写出 至第三行如何开始变为草书 联名而下 第四行为寿信杂者 故空约一行未知 此虽为格式如此 客观上却形成了丰富多变的张反 第七位 三无贴 三无贴是米符所书的行书纸本末迹 纵30.6厘米横63厘米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贴是米符由唐入境时期的作品 细节体较为紧凑 折笔棱角分明 笔画直挺有力 具有明显的欧阳寻行书的影子 第六位 向太后晚辞贴 向太后晚辞贴是米符晚年所书的小字形凯 纸本 纵30.2厘米和22.3厘米 是现存米符唯一小凯真迹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正如前人所说 眼笔如铁 而秀媚之气异议行间 风华类和大令之神 是南宫得意 第五位 多景楼诗策 多景楼诗策是米符晚年的书法作品 纵31.2厘米和538.1厘米 每行二三字 共41行 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册充分显示了 米符大字形书的磅礴漆破 其用笔明显老辣 厚重 肩架一侧中件稳健 极为豪放 比例雄伟 从头至末 风墙震马 沉着痛快 一气呵成 第四位 红线诗卷 红线诗卷是米符传书的 两手气炎诗的大字形书法帖 墨迹纸本 纵31.2厘米 恒487厘米 共37行 每行二三字不等 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书法轻重缓急 节奏感极强 用墨则干湿浓淡 浑然一体 得天成之趣 第三位 韶西诗卷 韶西诗卷是米符极具代表性的 行书书法作品 纵30.3厘米 横189.5厘米 全卷35行 共394字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全卷书封真帅自然 痛快淋漓 变化有致 意趣盎然 反映了米符中年书法的典型风貌 通篇八面生风 比例雄浑老辣 潇洒自然 创造了一种天真活泼 积月昂扬的意境 第二位 颜山明 颜山明是米符书法精品中的代表作 也是米符大字作品中罕见真品 被誉为天下第一男书 与蓝亭急续齐名 此作书法沉顿雄快 跌宕多姿 节字自由放达 不受前人法则的制约 书法天曲 在2002年12月7日 颜山明在官府博物馆 被国家文物局委托 以2999万人民币 以定向单人形式拍下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一位 鼠素贴 鼠素贴是米符的行书代表作 被后人誉为中华第一美贴 天下第八行书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中华十大船是名帖之一 此贴是米符在鼠素上书期 所作个体是八手而成 其艺术风格则以和谐变化为准则 天真自然为止规 通体符法跳荡精致 解体变化多端 比是沉着痛快